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啊 欢迎收看今天6月23号的凤凰每周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就发布分析指出 重启经济后疫情在多个州反弹严重 已有7个州的确诊病例超过10万人 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分析指出 在各州推进不同阶段的经济重启计划之际 包括加利福尼亚州 华盛顿州 亚利桑那州 在内的25个州的疫情出现反弹 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指出 年轻感染者数量增多 或与更多年轻民众参加抗疫示威活动 和前往酒吧聚会有关 卫生专家指出 因为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年轻民众 开始忽视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导致了年轻群体的确诊率上升 尽管年轻群体感染新冠肺炎后的症状较轻 但年轻群体更容易将病毒传染给高风险的脆弱人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分析中强调 美国仍处于第一波疫情中 近日 加州 密苏里州和俄克拉和马州的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均创新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 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在疫情爆发后 为减少病毒传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最终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同期美国确诊病例数仍在不断增长 美国在遏制疫情方面出现了系统性的失败 米利苏达州传染病研究核政策中心主人称 美国的疫情并未出现平缓的迹象 凤凰卫视 魏畅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治家网站23号就报道称 白宫正在考虑对美国疾控中心CDC展开调查 并就新冠疫情对美国造成的冲击进行问责 还考虑对CDC进行整顿 以便应对下一次的流行病大爆发 美国政治家网站称 已经有四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 对如何深入调查美国疾控中心进行了讨论 白宫认为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 疾控中心存在失职行为 十位前任和现任官员向政治家网站透露 白宫正在讨论缩小美国疾控中心的职责范围 增加政治人民官员实现疾控中心 能够更敏捷迅速地对流行病大爆发做出响应 分析指出 在政治上 特朗普一直在寻找新的替罪羊 一直以来 美国疾控中心在新冠疫苗 以及新冠测试等问题上 不断与特朗普发出不一致的声音 使特朗普对疾控中心的不满情绪加剧 但是有前美国政府官员指出 攻击美国疾控中心 要比攻击世卫组织难度更大 不仅普通美国选民可能难以接受 对职业卫生官员的抨击 可能会适得其反 纽约时报曾报道称 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 在疫情初期对特朗普发出过警告 但却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土安全官员凯耶姆表示 在危机之后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估 具有价值 但没有理由只针对美国疾控中心 美国问题的核心应该是在白宫 从疾控中心在疫情初期测试不够 到联邦紧急救援署对医疗物资的 分配和供给 每一个系统性问题都源自于 白宫的独职行为 在特朗普政府出台的 2021财年预算中 疾控中心的预算被削减了大约19% 政治家杂志称 由于美国大选在即 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费尔德 暂时没有被解雇的风险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全美各大血库告急 美国红十四会官员就鼓励民众积极捐血 并指出捐血不会感染新冠病毒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供应全美40%血液的美国红十四会 三月中以来已经取消了三万多次捐血活动 另外居家令期间很多医院取消了非紧急手术 因此血库还能维持 但近期各医院的手术开始增多 美国红十四会在捐血过程中采用预约 体温监测社交距离以及消毒卫生等流程 并为捐血者进行免费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 社会民众比较积极地响应捐血号召 很多人都是几个月内多次捐赠 据报道 目前美国红十四会只能为医院提供四分之三的常规血量 预计供血不足的情况至少要持续一年 方航微视刘海平硅谷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来看一组中华快学 南美墨西哥南部沿岸地区在23号遭遇一次猛烈地震 规模达到李氏7.4级 墨西哥中南部以及邻国威迪玛拉都有震感 据报有至少一人死亡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消息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半左右 震中位于瓦哈卡州南部沿岸临近度假圣地 瓦图尔科震源深度26公里 首都墨西哥城有楼房和电线杆摇晃 地震警报响起 大批民众上街躲避 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 当局出动直升机在墨西哥上空视察 警车也拉起警报巡逻 美方向沿岸多个地区发出海啸警报 包括墨西哥 威迪玛拉 宏都拉斯以及萨尔瓦多 美国多地继续进行反警报以及反种族主义示威 在首都华盛顿 多名示威者聚集在白宫前的拉斐特广场 并在美国前总统杰克逊的雕像上绑上绳子 试图将雕像拉倒 更有示威者爬上雕像 用链条绑在雕像上 杰克逊是美国第七任总统 他在任期间签署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引发争议 当地警方随即增加警力并出动直升机 阻止破坏行为 有警员向人群喷胡椒喷雾 将示威者赶出公园 还有示威者在白宫附近打起帐篷抗议 另外在西雅图 示威者在两周前占领的自治区 近日接连发生两起枪击案 市长德侃22号宣布将驱散 全美目前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237万例 死亡超过12万3000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发布分析指出 重启经济后 疫情在多个州反弹严重 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美国已有包括加州 德州 伊利诺伊州 在内的7个州的确诊病例超10万人 25个州的疫情出现反弹 德克萨斯州 佛罗里达州等多个州的感染患者的年龄层 正在趋于年轻化 卫生专家指出 因为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年轻民众 开始忽视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导致了年轻群体的确诊率上升 尽管年轻群体感染新冠肺炎后的症状较轻 但年轻病例很容易将病毒传染给高风险的脆弱人群 对于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将此前暂停移民的指令延期至年底 并暂停发放多种工作签证的消息 多家科技公司公开表示反对 去年申请工作签证H1B最多的亚马逊公司 将此句形容为非常短视的行为 在该公司的声明中表示 禁止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 帮助美国的经济复苏 这会让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受到威胁 苹果公司CEO库克也发文 对特朗普的这一决定表示失望 谷歌公司的CEO皮柴表示 移民成就了今天的谷歌 公司会和移民站在一起 并提供更多机会 根据移民政策研究所的预测 将有21.9万人会受到 特朗普行政令的影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中央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贵州至长江下游一带 将引来入讯以来最强降雨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安徽 湖南 贵州等地受灾 部分地区启动防讯应急响应 香港各界称国安立法联合阵线 周二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 举办反干预称国安立法论坛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等 多位香港政界人士参加 就定立香港国安法与网民分享各自见解 活动的组织方同时也正在开展 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的网上联署活动 要求外部停止干预中国内政 停止霸权行径及放弃威吓香港的手段 截止到23日 已有超过100万名香港市民签名 在台湾 近日最高气温突破摄氏38度 全台教室公会代表 23号赴行政院陈勤 称全台仍有200万的中小学生 仍在没有冷气的教室上课 环境严酷难耐 影响教学效果 根据统计 目前全台湾学校的冷气装设率 只有台北市的初中及嘉义市的中小学 达到100% 教室公会呼吁官方 把冷气列为校园基本设施 每间教室都必须装设 另外受到太平洋高温及西南风沉降影响 台北市区白天气温已经突破38度 创下今年最高纪录 气象局针对14个县市发布高温警戒 建议民众减少户外活动 避免热伤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一起来看 由TD Ameritrade 德美利证券所提供的 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以上全球财经指数 由德美利证券赞助播出 最后再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小请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